没有做人事的样子 所以说如果在海生馆发现 尾巴比较短 甚至是没有尾巴的红鱼 表示他是相当资深的老前辈 那么如果是尾巴比较长的 就是比较晚来到海生馆的 所以在这位来宾仔细观察红鱼的时候 也可以仔细来看看 他们的毒刺究竟在哪里 解说人家大家 如果是体型比较小的燕鸿 他的毒刺位置是在尾巴 跟身体交接触的那一段 那么如果是土红呢 他的毒刺是在尾巴的二分之一 又或者三分之一